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这两天,左媒和监制派媒体都在围攻川普 称他鼓励普京攻打北约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川普究竟说了什么 他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又是什么 2月24号,南卡罗莱纳州将举行第四场共和党初选 川普将再次与另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尼基·黑利对战 南卡罗莱纳州是黑利的家乡 也是保守派最可靠的政绩之一 川普得到了现任州长、副州长和众多政要的背书 前共和党候选人蒂姆斯科特也加入了川普的团队 川普拿下南卡州毫无悬念 根据真情性政治的最新民调 川普以68%比31%领先黑利37个百分点 尽管川普的优势十分明显 而且已经连续轻松赢得了关键的前三场初选 包括爱荷华州党团会议 新汉不少州初选和内华达州党团会议 但是川普的竞选团队仍然不敢怠慢 希望在第四场初选中以大比分压垮黑利早日结束初选 以便集中精力在11月份迎战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据CNN报道 川普一名顾问表示 虽然竞选团队对南卡罗伦那州的竞选 采取了更优先的态度 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归根到底 我们不能把任何州视为理所当然 即使我们认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然而作为前南卡罗伦那州州长 尼基·黑利希望在自己的家商州有所作为 而且他已经私下表示永远不会投降 即使输掉了南卡州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在竞选活动中 52岁的黑利加长了对川普的功绩 尤其是在年龄上做文章 甚至将77岁的川普与81岁的拜登相提并论 川普则回击说 自己的认知测试比黑利强 并抨击黑利是鸟脑 意思是愚蠢和万安富裔的人 2月10号 川普在南卡州的康威举行竞选集会 现场视频显示 当天在场馆大门打开前几个小时 人们就开始排队 航拍照片也显示 为了一睹川普的风采 人们在外面排起了场队 当川普出现时 知识者们为他欢呼 川普说 现在比2016年和2020年更有精神 我只想感谢所有人 我回来了 我们会得到最大的胜利 以及最大的一块土地 我们会把所有人都招回来 在演讲中 川普谈到了南部边境危机 以及拜登政府对乌克兰2000亿美元的援助 并举了一个北约谈判的例子 当年北约拖欠美国的钱 而几任总统都没有办法 川普上任后 他对北约领导人发表了讲话 要求他们支付美国的保护费 川普在演讲中说 一个大国总统站起来说 先生 如果我们不支付 我们被俄罗斯攻击 你会保护我们吗 川普说 你没有还钱 你拖欠了 对方说 是的 就当这事发生了 川普说 不 我不会保护你 事实上 我会鼓励他们 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 你必须付钱 你得付你的账单 于是 资金就源源不断地来了 川普的话音一落 媒体就开始大做文章 直接在大标题上写道 川普鼓励俄罗斯攻打北约 还有的说 川普鼓励普京 为所欲为等等 2月11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腾贝格 发表声明说 任何暗示 盟国不会相互保护的说法 都会破坏我们 所有人的安全 包括美国的安全 并将美国和欧洲士兵 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声明还说 北约随时准备 并有能力保护所有盟国 对北约的任何攻击 都将得到统一而有利的回应 并说 我希望 无论谁赢得总统选举 美国都将继续是一个 强大而忠诚的北约盟友 白宫也借机攻击川普 称川普的言论 助长了危险的混乱 并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 入侵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全球稳定和我们国内的经济 白宫还颠倒黑白地说 拜登总统恢复了我们的盟友关系 让我们在世界上更加强大 因为他知道 每一位三军统却的首要责任 都是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 坚持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 理查德·格莱奈奥 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 曾担任川普政府驻德国大使 2月11日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 尽管川普没有提 那位大国领导人是谁 但应该指的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 他说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一个几乎每年都有预算盈喻的国家 直到川普向他们施压后 德国才开始赞加对北约的义务 格莱奈奥说 北约成员国没有被要求 将其GDP的2%用于国防 这是北约在2014年达成的 一项努力实现的目标 这个指导方针 是对俄罗斯 湯并克里米亚的回应 当时 29个北约成员国设定了一个目标 国防预算将稳步增加 直到到2024年 将达到GDP的2% 针对左媒和白宫完全断章取义的反应 2月11日 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告诉NBC新闻 民主党人和媒体的珍珠们似乎忘记了 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 我们度过了4年的和平与繁荣 但在奥巴马和拜登的领导下 欧洲经历了死亡和破坏 现在 在拜登的领导下 死亡和破坏更多了 米勒还说 川普总统通过要求我们的盟友 支付费用来增加他们在北约的开支 但乔·拜登却回去让他们 占美国纳税人便宜的老路上 当你不支付国防开支时 你就不会对你得到更多的战争感到惊讶了 事实上 了解川普的话 还需要知道一个历史背景 北约成立于1949年 既在集体防御苏联的入侵 其中 协议的第五条规定 对于一个盟国的攻击 将被视为对所有盟友的攻击 苏联解体后 北约将俄罗斯作为假想敌 目前欧洲还没有完全自保的能力 如果输去美国的支持 谁也不敢独自面对俄罗斯 所以美国仍在北约设立军事基地 并从北约国家收取费用 然而近年来 北约常员国热衷于搞LGBTQ 衰落的俄罗斯 似乎也并不构成对北约的威胁 所以解散北约的呼声不断 而北约国家也开始拖欠美国的费用 川普不想让美国被这些盟友占便宜 他一直抱怨北约 并与常员国领导人发生过争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而拜登自上台以来 一直试图让北约相信 美国对盟友的承诺 与川普不同的是 拜登也不再向德国施压 德国也不再增加自己的义务 格雷奈尔说 今天德国仍然没有按规定 为北约常员国缴纳所需的2%的汇费 对美国纳税人来说 唯一的教训是 我们必须有一位对德国施加巨大压力的美国总统 去年12月 拜登还签署了一项 886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 该法案禁止美国总统单方面退出北约 必须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 这是针对川普而来的 目的是打击川普2024年的竞选承诺 此外 川普发表讲话还有一个现实背景 2月8日星期四 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查克·舒默 推动了一项不包括美国边境安全的 950亿美元的紧急安全支持法案 确保向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提供资金 并得到了17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原先两党共同制定的法案HR815 因为暗含支持拜登的南部边境开放政策 星期三在参院投票时被共和党人否决 但之后 舒默删除了边境条款和200亿美元的边境援助 单独推出了一个支出法案 结果得到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 最终以67票比32票在参院获得通过 不过这项法案到了众院之后 很可能再次被否决 议长麦克·约翰逊说 任何没有编辑协议的支出法案 一到众院就死 不少人知道 民主党大佬和拜登之所以推进大俄外国援助 并不完全是处于正义和维护世界和平 而是因为这些支出法案 有利于背后的军工企业大发振政财 而川普则挡了他们的岛 所以当企业媒体布天盖地地攻击川普时 不少网友看得清清楚楚 一名网友在X本带上评论说 我听了川普的原话 川普对北约的态度和方法是对的 无论任何事情 断章取义 缓销视听最可恨 就像你家平时不买保险 房屋着火 老指望别人捐款救济一样 如果别人告诉你首先要自救 你又不同意 就想占别人的便宜 那你家再着火 没有人管你就是活该 川普说的就是这个理 这名网友还说 川普根本没有鼓励俄罗斯进攻北约的意思 他的口问只是带着激将法 还有网友说 我看见有人把川普的这段讲话 故意曲解成鼓励俄罗斯奏那些欠费的盟友 其实川普说的是个常识 如果你想享受北约成员国的好处 你就必须履行你的义务 缴纳美国的费用 最后我们说一下国防部长老埃德·奥斯丁 紧急住院的事 2月11日 70岁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因出现紧急膀胱问题而住院 他的权利被移交给副手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少将发表声明 国防部长在星期日下午出现症状后 被紧急送往医院 不过他目前仍然保留 国防部长的权利 声明说 今天下午2点20分左右 国防部长老埃德 借奥斯丁散事 因出现紧急膀胱问题的症状 被保安人员送往沃尔德·里德 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随后 国防部宣布 下午4点55分左右 奥斯丁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职能和职责 移交给了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西克斯 并补充说 他的住院情况通知了他的副手西克斯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小查尔斯·布朗将军 白宫和国会 上个月 奥斯丁已接受前列腺癌手术 没有及时通知拜登和国会 而遭到了强烈反对 2月1日 这名热衷于LGBTQ的国防部长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证 自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不过 他同时辩解说 之所以没有立即通知拜登 不犯原因是 他本能地想要保密自己的健康状况 以及担心他人被他的癌症信息震惊到 奥斯丁说 坦选地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 不要公开此事 我是一个很注重隐私的人 我不认为这是新闻 我从来不喜欢把自己的问题 给别人带来负担 他还说 这不是我的风格 但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 从事这种工作 意味着失去我们大多数人 所期望的一些隐私 美国人民有权知道 他们的领导人 是否面临可能影响 其履行职责能力的健康挑战 哪怕只是暂时的 不过 奥斯丁没有说的是 他把自己的隐私 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这就是左派的思维 而奥斯丁再次祝愿 也再次引起了大家的议论 保守派政治活动家 劳兰·卢默说 奥斯丁应该在连续出现健康恐慌后辞职 他在X上发帖说 他应该辞职 你不可能一边生病 一边当国防部长 作家坚波克·捷克·诺瓦克 对此表示赞同 他写道 劳埃德·奥斯丁回到了医院 患有痴呆症的总统 慢性疾病的国防部长 这是对我们军队的威胁 而大新闻是 乌鲁·尼基·黑利的丈夫 诺瓦克提到的黑利丈夫 叫麦克尔·黑利 去年6月 他随陆军国民警卫队前往非洲 执行一年的任务 黑利宣称 自己对结婚28年的丈夫 百分之百忠诚 并经常在竞选活动中 将丈夫是国民警卫队军官来炫耀 提升自己的优势 然而 今年1月 《每日邮报》报道说 黑利曾经与两名男子发生过关系 结果 黑利非常恼怒 将《每日邮报》记者 赶出了自己的竞选活动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